愛天門的那個法會很重要 機會難得 因為那天剛好是天色日 又是太紫色 對 那個天的日子很危險 他要做法 所有跟財富有關的法會都一定要報 因為你們離不太前 寧可不要錯失每一次的機會 也不要傻傻地報 生命會舉辦法會不是平白無故舉辦的 那他都有他的意義在 你們要去想 古人從以前到現在 就已經有祈福這件事情 只是那時候祈福的方式跟現在不一樣 這個點的朋友 有時候他會派兵嘛 有時候要去神明親自己 他會去損損 去做他該做的事 像媽祖年糧會受體制 點這個的用意就是要讓神明知道說 你已經在那裡了 比如說你們家有三層樓 各經一個 樓上可能兩間房間 就各一樓 那三樓可能又兩間房間又各一樓 一個禮拜點一次 你現在進化完了 不見得他不會長亂 那天